歡迎大家收看10月25日的首絕廣播 Roundup 今天主持除了有阿楓在此之外還有Ryan 大家好我是Ryan 節目正式開始之前請確保你Like了我們Facebook專頁 Follow我們的Instagram Account和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今天在講香港的消息之前 我們不如講一下亞血決賽 亞血決賽就是每年由東亞和西亞的所謂冠軍打的 比賽決賽場地就是輪流的 今年輪到東亞這邊做主場 但問題來了因為北韓入圍了決賽 北韓是轉播不了決賽一定要轉播 所以他們安排在中立場打 這樣呢 他們原本就安排在上海那裡 這樣但是現在就不知為何轉了去吉隆坡 但是都是中立場來的 不過那個日期就是11月2號變成10月4號 11月4號 這樣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因為兩對 因為這個 北韓425就是對過香港的 那麼他的對手就是來自黎巴嫩的亞歷哈德 這樣大家球迷如果想了解一下北韓 決賽去打成怎樣可以留意一下 但是他就在這個吉隆坡 那麼北韓就應該沒有在下球迷了 這樣黎巴嫩呢 又沒有在下球迷會去馬來西亞看 我也有點懷疑 那麼可能這個亞歇的決賽是沒有什麼球迷入場的 可能這個場面也有點懷疑 看看什麼時候解決 這個事情什麼時候要解決呢 始終要是北韓 你都... 會不會是連年都中立場會好一點呢 這樣 始終歐洲都是歐聯 歐巴都中立場 有一隊有主場優勢 對 對 有時候很大 很大小超 真的 有時候 阿歇的東西 這樣東西又未必大小超 都是東亞西亞輪流來的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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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呢 我們講完這個阿歇決賽之後 我們講回這個... 香港球 香港球我們這個禮拜打了七場的 分別有... 大埔主場 1比1和了 潔子 超聯 另外又有 負力8比0 血洗 元朗 李文1比0 流浪 2圓3比3和了 飛馬 東方0比1 輸了給南區 主場 那... 我們打了兩場 負力5比3 大埔 潔子 2比2和了 李文的 那...我們... 今天就不會講完全部的了 那我們... 負力8比0 元朗那場 沒什麼好說的 八個塞球 都是元朗那邊 有些問題的 就... 左右閘 充堅那一道 都好像很容易被人過 對... 說過有過了 雪糕桶 就是... 都沒什麼可以分析了 那... 大埔就是... 前場 都... OK的 但是... 後場後防的問題未解決 又被人追回和 又是領先之下 追回和 這場我們就不會講那麼多 那... 李文1比0 流浪都沒什麼好說 魚圓3比3 飛馬 我們一會兒會詳細說的 那... 東方0比1輸給南區 這場呢 就... 證明了上年東方都幾依靠 這個伊高沙托尼 就是... 大埔上年幾依靠 東方... 伊高沙托尼 那... 今年沒有了他 整對過檔 這個東方似乎的進攻 是有一點點問題的 嗯 那... 富力5比3 大埔的青杯 我們一會兒會講 傑哲2比2 和李文 我們一會兒會講的 那我們... 這一節首先會講了 魚圓的青春風暴先 好嗎 好啊 嗯 那... 魚圓呢 今季大家是升上班 但是... 魚圓呢 是一支老牌球隊來的 他是二次大戰之後創立 是拿過五次或者六次的聯賽冠軍 那... 因為他的資金來源 以前就是... 全部都來自左派 所以他... 就被人稱為是左派球隊 以前都是... 跟這個東方還有什麼... 那些右派球隊... 是... 對陷的 就... 很多那些什麼國共內戰啊 國安版話 對... 對... 其實... 六次獲得聯賽冠軍 那就是... 其實... 其實... 那時候...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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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那這個... 那這個... 就是... 因為... 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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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那近年這隊球又沉淪啦 那就是... 一四年後大家都知道了 打架球 這樣...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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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甲升上港超,一步一步上來,用這堆年輕球員 我個人就覺得這個計劃不錯 那你一班球員一起,在丙組逐級磨練 整合了一堆年輕球員 是有了默契,大家很熟悉大家 然後再升上來超聯打 這樣是令到對球很有默契 還有自己知道教練的要求,球會想你怎麼打 大家有熟悉大家,對對球是好事 對港超也是好事,有對球這樣 去培育年輕球員 我覺得這個計劃不錯,好過流浪 每年就找一堆年輕球員,但又不知道怎麼打 教練又轉來轉去,就不知道做什麼 我覺得魚丸的做法是比較好的,Ryan你怎麼看? 其實是的,魚丸當時1314年的駕波事件 令人很驚訝之餘,東奧外門和贊助商 這些東西都不明朗 其實那季跟屯門一起,令到球迷相當失望 他們表現出來的一種痛定思痛 其實都是為了長遠計劃 我覺得現在的計劃,剛才阿楓說得很具體 他怎樣一步打上來 下去秉組,那些年輕球員一路上來 已經跟整隊球的團契,密契已經建立了 以及面對球的文化 也可能是一個榜樣,叫做站起來 即是有一套計劃 我們也希望未來有多些這樣的情況出來 例如,可能現在進風 進風近年就小型球常客 即是五人足球常客 即是五人足球所向披靡 也有心支持近幾季都佔到頭角 即是今年以一隊巨型班的姿態 就看看他是否可以超班 即是雖然未必有魚丸這麼長遠的計劃 但其實希望進風都可以計魚丸之後上來 即是令到這個港超 即是有年輕球員上來 即是對於這個未來的港超和香港足球有個希望 這樣的方法去培育年輕球員 即是你給他低組別 可能培養了沒有說遠那麼長 兩年這樣再升上來 這樣對他也是好事 即是一來到就要欠個正選位 即是在超聯那裏 其實對年輕球員來說很難搞 有些在結智可能放在冷板燈上 整兩三年其實沒有什麼進步 你在港甲或者在這些下游球隊這樣升班上來 一年超聯可能對他們的得益更加大 我們講完魚丸的歷史之後 我們就講一下魚丸對飛馬唱波 這個是魚丸對飛馬的正選陣容 大家可以看一下螢光幕 這個是東網在比賽開波之前的畫面 龍門陶進橋 他們是擺一個352陣式的 後衛有盧斯安奴 有摩域治 有林毅東 然後兩個翼衛就是 翁進濤和張進軒 然後王榮傑就是打一個防中位 麗培基和馬契卡力 就是在王榮傑前小小那裏 打一個中場中角色 前線就有嘉維蘭和駐衛軍 這個是352陣式 我們首先要分析陣容之前 我們就要斬開前中後來分析 因為我們沒有可能一夜分析 我們首先要分析一下前場 前場有兩個前鋒 嘉維蘭我們對飛馬那場球 我們有看到 他是負責停球回後策劃 然後再帶著那波引球推進上去 然後連最後那腳的射門 都是要去做的 這樣其實他的負擔是很大的 這樣呢 嘉維蘭其實 在回後策劃啊 停球那些做得到的 但這場球的射球呢 就很一般 可能要做的事情太多了 就增加球員的負擔 這樣就搞到他 去到射球那一下 可能那個力水呢 就差一點了 這樣 這樣朱韋君 就都是ok的 但是呢 他的可能身體質素 對抗性 比較頑皮 一撞就跌了 但是他周圍 就很薄的 我就覺得 他就打得不錯 但是對抗性那裡 就要加強少少的 但是這個就是問題 剛剛說的嘉維蘭就是 就是在前場要停球 又要回後策劃 好像什麼都去做了這樣 前篇一定要有他在這裡 先牽制到對手 這樣大家上半場就見到 有他在這裡 魚丸就 控球的時間是長很多的 因為那些球可能 勵培基拿到又傳給嘉維蘭 馬西卡也拿到又傳給嘉維蘭 又繼續這樣組織 嘉維蘭好像是前場 每一個連結都要做這樣的 那其實對他來說 很辛苦 我自己覺得 那這樣 下半場沒有嘉維蘭 就大領落了 那雖然換了 袁世傑出來 他很肯拼到 周圍跑 但是他做不到 嘉維蘭的角色 因為他 停球技術沒有那麼好 還有他都是 比較向前衝 做一個比較類似 我們俗稱 跑狗的角色 周圍走 這樣 就不是嘉維蘭 這些可以 策劃到攻勢的球員 那 我覺得魚丸 這裏 引緩了 就出現了少少問題 因為 對球又太依賴一個球員 那如果那個球員 好像今天下 即是那場球的下半場 這樣出不到 無緣無故相出的話 那這對球 就好像整對球 沒有了方 沒有了一個很重要的連結 因為整對球又散散的 搞得控不到那個球 還要 在前場 那兩個前鋒 控不到那個球 就輸了很多反擊 我覺得 這個引緩的時候 都要考慮一下 是不是太依賴一個球員 是的 因為其他人 你始終 你所謂的 二度大身 魔衛紙 魔衛紙 在後面有少少回了堂 有些回了堂 但是 有些年輕球員 始終仍然要浸 你家維蘭始終 太多 太多要兼顧的時候 你可能很搖眼 但是 其他 其他隊友的情況 會不會合到呢 就是 這些情況之後 要留意 因為始終 你說 魚丸表現出來的活力 體力 可能體力 已經比我們 開季前預期 好 但是 始終 星巴馬 和年輕球員 都比較多 應該說 經驗 不夠踢 港超的球員 始終比較多 如果長遠來說 可能在體力 或者 依賴 加維蘭 這個問題上 如果不解決他 可能會再出現 這些 我贏了個口碑 誰知最後 就好像這樣 對飛馬 就失失 因為他一打不到 是啊 是啊 其實他遠遠 他遠遠 住愛媛那裏 住了三個中堅 那一天 就覺得 住了太多 你住兩個就夠了 你前面 找回一個 嘉維蘭的替工 因為 前面 你沒有愛媛前鋒 又很吃虧的 如果沒有 嘉維蘭傷了 你現在 除了嘉維蘭之外 就有朱偉君 袁世傑 和趙少維 本地那三個 不是說他差 但是他真的 做不到嘉維蘭的作用 我自己覺得 他都是比較肯勇 肯勇 肯勇 那些球員來的 是好事來的 但是 如果你放兩個球員在前面 其實有時候 你肯勇肯勇 但是 你停不到球下來 你就會 搞到球隊很快 把球在前場 因為你停不到球下來 後防 或者中場的 防守的壓力 會減輕了很多 因為 袁世傑出來 跑的時候 是很多時候 塞了球之後 飛馬 就很快長傳地 直接攻過去 那可能 魚軟一月的時候 看看會怎樣 因為他有一個 阿援位 就是用了在 那個 那個 東亞那個 年輕球員 看看會不會 他遲些拿到護照之後 會不會 有 少少錢 去請回 可能阿援的 後備前鋒回來 呢 這樣我們 講完 前鋒 那裡 我們講一下中場 那中場 我覺得魚軟 是 很好的 那 是有中游的實力 我自己也覺得 中場那裡有 黎培基 有馬契卡力 和王榮傑 這個就是正選中場的 三個 黃金組合 那 黎培基 又負責在中場 就引球推進 帶領個攻勢 那 跟嘉惟蘭 就很多配合 都很有個人技術 經常一個 兩三個 過人的 馬契卡力 就比較 他 多厚少少教砲 這樣 給些球員 去前面 那 那 黃榮傑主要都是 負責保衛 掃蕩那些工作 那 其實 那分工是 安排得挺好的 我自己覺得 至少就真是 中游水準的 那 那 合作性都ok的 可能他 因為去年講 教授已經在合 這三個中場 那 密契都很好的 那 要攻的時候 就做得ok 走的時候 都不算差 但問題就是 他除了這三個之外 我看不到後備值 有哪個可以打中場 不夠 那個兵 那兵員 就有些問題 可能都是魚丸的班費 就不夠了 這樣 我們中場那裏 就沒有補充了 我想說 你想說回少少 就是 那個 除了剛才你說 他們中場三個 其實有個因素 都很重要 我覺得 去年 我上季都看了一些港甲的比賽 其實港甲 開始 有些 肯用心 搞 球隊的 實力 提升了 緊湊了 其實 馬西卡力 上到超聯 都很難再 有得二文二武吧 但是 其實 上季看來 ok 就是 競爭 可能中間十對八對球 是在港甲球競爭 這也是 可能是一個 因素 令到魚丸 上到來 原來 就是 未必說 適應 以及港超和港甲的距離 就比以前 縮小了 就是 令到 縮小了 是的 我覺得 你也看到 安達 今年 打完港甲 又想回來 踢 可能是 一個 因素 也是 原因 安達 都不是打得特別差 在流浪 年紀不小 都能夠立足 魚丸 其實問題 前場 中場 如果沒有傷 沒有病 其實是ok的 方法都打得不錯 但是後防就有問題 他正在用 3 4 1 2 或者是3 5 2 左翼衛 右翼衛 那兩個都是比較年輕的球員 這樣跟 他兩個翼衛的經驗 太少 這樣就搞到 翼衛和 三個中堅之間 那條縫 整天穿 如果大家有細心點看的話 其實 是否可以考慮 試一下用回 四後防呢 因為 三後防要 組合 是很難的 你這樣 整天穿法 遲早就 大敗 你對再強一點的球隊 加上這個 摩育治 你叫他打中堅 他整天脫來脫去 都 有些回堂 你打三中堅 有時候靠海 因為三中堅 前中 前場 是少了一個人 你打三中堅 有時候需要 這個中堅 去 上前推進了球 這樣 大家都見到 摩育治和 路斯安勒有時候 都要上前推一下 那個球 但他腳發油 不好的 問題是 你叫他推球 就玩鬼他 尤其是 魚丸第三個失球 是由摩育治 推出禍 這樣 不是 第二個失球 應該是 這樣 是不是真的可以 試一下 四後防 你三後防 就真的很有問題 尤其是 你是一次下 右球隊 還要你兩個 翼衛 就可能沒什麼經驗 我自己覺得 這裡是 有些可以挑剔的地方 對 還有你三後 三後衛 這個 跟兩隻 兩隻 翼衛 翼衛 經驗不夠的時候 那個進退 也是有問題 還有摩育治 你都 所謂 他就算還沒回堂之前 轉身也是偏慢 而且也不適宜 引球去出擊 變了 真的 有時候 究竟 其實3-5-2 這個真的很嚇人用 好像 托先生阿鋒你 這樣說 嚇人用 因為你可能是想打 比較防守 但你比賽的時候 就很難 你看到 飛馬 突然縮在後面 就想不到 你會進攻 那個 那麼 你兩隻翼衛 推上去 那就糟糕了 那林毅東 其實打一個防守 會不會 試一下 推回林毅東 你打四個防守 一定要逆風 其實 嗯 或者 他要補回 幫忙 保衛 你見到 潔志以前用3-5-2 金鳳僧 都是 會比較 可能半個防守 半個中堅 打的 其實林毅東 可能可以推上 少少 就不是用魔力字 來推上少少 魔力字 推上少少 去玩 嗯 嗯 對 尤其是盧斯安盧的 用波 又不是好 其實 用三中堅 我就覺得 會不會是 有些問題呢 對 其實表面上 多了一個人用 但是 你三後位的陣式 真的 脫漏的情況 要少 這個情況 我相信 真的要再格過 我相信 要再看清楚 3-5-2 就是三個後衛 就是這樣 可以這麼巧 因為你見到 用三後衛的球隊 可能都是 一些 有些比較用波能力強的球隊 才會這樣玩 又或者 真的完全拍大巴 那 魚丸就比較體力化 還是會壓下去攻 那三後衛 我覺得 不是很適合 你看到 晚聯用3-5-2 去打利物浦 是因為 他要全面拍大巴 那 就不是因為 他會做些什麼 傳控 因為3-5-2 傳控 你真的要 密契很好 又要 球員能力 都可以 像意大利一樣 才能打到 這個球 陣式 或者是晚成 沒有問題 當然是 人家傳控很好 那 你的球員 沒有晚成 其實 其實 萬聯也面對 一個問題 就是 前面 就像 魚丸的 加懷蘭傷了之後 其實萬聯就是 前面根本沒有支點 但是 他因為 有拍大巴 這個需要 而 打3-5-2 這個陣式 現在多了 駱河可以在 收 但是 魚丸的 戰術取態 你對著飛馬 就不是拍大巴 你不是在對劫子 對劫子 你這樣打 你縮在後面 是對的 但是 你對飛馬 尤其是今季 飛馬打成這樣 其實 要進取的話 其實 可以排4-3-3 都可以的 其實可以出賣 袁世傑 還有 趙少爲 出來打4-3-3 收起一個 防守球員 嗯 因為你飛馬 不是真的這麼厲害嗎 今年 你對著飛馬 也要搶分 但是 大哥 嗯 對 嗯